卫生署验出有问题的是 这种开给儿童病人的药水用粉剂 Omicron抗生素 由葛兰素史克的法国製造厂生产 这款抗生素有调尾剂 化验结果显示 它含有8万分之18的 鱼本二甲酸二二贵子 即是DIDP塑化剂 超出欧洲食物接触物料 含DIDP指定迁移上限的两倍 卫生署说 动物研究资料显示 长期涉入高剂量的DIDP 可能会影响肝脏 已经指令药厂在市面回收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副会长崔俊明说 Omicron是一种一线治疗的抗生素 因为它杀菌的能力很强 包括一些呼吸道的感染 腹部的感染 例如肠胃感染 牙肉发炎 这些都会用到Omicron抗生素 其实它的用途很广 它说Omicron本身不会加入塑化剂 可能是制药过程中接触到塑胶产品受到污染 DIDP是什么的塑化剂呢 其实是一些胶的剩器 或者在制造药物过程之中 胶的管或者一些帽都会带进药物中 DIDP和DHP不同 因为它没有那么毒 而且暂时没有证据证明到它对人类有害 而葛兰素史克另一款 在本港注册英国生产的Omicron 而同样水用粉剂 同样含有调味剂 但就未验出塑化剂 崔晋明就说 Omicron是一种医生经常处方的抗生素 如果市民觉得不放心 还有其他牌子的抗生素可以作为代替品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郑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